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马上播 大家好 我是主流播音员陈波 我是非主流播音员小马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热播的电视剧 恋爱的那点事 恋爱的那点事是由色女日记改编的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塑造了四个集体都市女性 一个单身亚蜀女陷入和前男友的结婚幻想 面对男神追爱却手足无措 一个屌丝妹面对任何男人都毫无战斗力可言 一个有钱有貌有身材的白富美 在男人中游刃有余 一个蜗女女为了守住男人陷入小三狙击战 这不就是粉红女郎的翻版吗 你看亚蜀女对应结婚狂 白富美就是那个 外人迷 对 吊丝妹就是汗妹 蜗牛女虽然不是男人婆 却实实在在的是男人婆的另一个极端 毕竟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女性的典型嘛 对不对 而且原著本身她也有相通之处 但是虽然看起来像 但是仔细的看一看又不是那么回事了 无论是人物设置表演还是剧情 恋爱的那点事都差那么点意思 仿佛是Long版的粉红女郎 Long版 没错 你听我跟你说说 亚蜀女指的是那种表面成熟 其实并没有完全成熟的准成熟女人 这点事你倒是弄得挺清楚 还有呢 不瞒你说 这就是我的理想性了 对对对对 但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 亚蜀女怎么就成了二到无极限的女号呢 刚登场就在前男友的婚礼上发白日梦 王莎莎小姐 你愿意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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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是什么亚蜀女啊 这活脱脱的一个何其聊嘛 对吧 对好了 你一号亚蜀女的好偏了 我就偏太狠了 白树美兔妈呢 则是功力差得更远的 哦 兔妈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缩水版万人迷 视男人为玩物 独奢成章 然而 不是涂红唇就性感 不是扭称S型就是万人迷 昔日的青春哈妹扮演这种霸气的白富美角色 明显气场不足啊 每次她端出一副月经百花的沧桑态度 直到其他三位姑娘谈恋爱的时候 都让人觉得是在强装 下一秒没准就会泄气了 我觉得这不是拍的不好 也不是演员演得不到位 那是什么 这是演员选的不好 选的不好 余嘉宁的这哈妹 这形象太经典了 挥着不去呀 对不对 怎么看都不觉得是万人迷 有道理我觉得 对吧 红样找不着拍子 还有角色妹 珊珊 从性格到举止 从言语到思维 这浑身上下 都是小品 小品 对 但你卖萌娜的标准动作 时刻都透露着想上春晚的那种远大理想 你说这么一部四个女人的戏 咱们两个大男人在这聊聊聊 越聊越不对味 咱们要不听听马阿姨的话 怎么样 说不定他就有独到的见解 没错 没错 马阿姨 你怎么看呢 我跟你讲 这部电视剧本资桑还是男人戏 男人戏 不是 马阿姨你没看错电视剧吧 我的错 这个电视剧里的女主角是四个女娃 但是 这四个女娃贵真到底还是围着男人戏的 这一点 我马阿姨看不惯了 为什么现在的电视剧里的宗室女心 就不能是独立自强的形象呢 为什么都是这种 加不出可以就替你不容的孕妇的样子呢 你们现在知道几楼 早干不是呢 摘速了 就算缘分没到 但是也蛮好吗 但是女娃 你可以活得很精彩 很充实对吗 怎么说 还是 阿姨这回说的太深刻了 确实说出了现在都是电视剧的一个通病 没错 你看之前的那个 咱们结婚吧 结婚吧 女主角因为不结婚简直是人生够分了 连工作都没了 还不合理呢 对不对 不过呀 各位优秀的单身女性 你们还是赶紧结婚吧 怎么呢 你单着我也单着对吧 你懂的 你单着你也单着 那就单着呗 对吧 这部电视剧看着频道新的 咱们还是聊聊电影吧 好啊 身头奶爸案 近日在国内院线上 超风的小黄人又来了 大坏蛋的格鲁 转型成了慈祥可爱的爸爸 但是格鲁接受了一本神秘的任务 带着超萌的小黄人和路西 组成了暴笑连连的追凶搭档 看来这小黄人的风潮又要强劲兴起了 小黄人确实有魅力 对对 接下来忙的应该是那些淘宝卖家 没错 哎呀 什么小黄人手机壳 小黄人背包 玩具 小黄人玩具 小黄人那个玩偶 玩偶 小黄人手办 全部都给弄齐了 抱着睡觉 抱着睡觉 但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中文配音版的神偷奶帮2 居然请来了Cindy配音 那声音甜甜假假的 太可爱了 这电影为了中国市场 把触角伸向了儿童界 没错 本来我看国外的电影 都只看英文原版配音的 这次为了Cindy 我也得去看中文配音的呀 Cindy 哥哥一定会去支持你的 你说你开个电影 总是找不到重点 咱们都看到这些好电影 那得多感悟 我思考 哥哥是伯哥 我一思考一对比 咱们国内的动画 我这个心里头 就稀稀拉拉的滴血呀 你不信你找点伯 你你瞅瞅 青蛙王国是刚上映不久的 国产动画电影 据说这部电影 还有一个名字 什么呢就是 青蛙王国之 活那个去 这名字还真是 我勒个去 看起来这电影制作了还可以呀 我觉得最起码能及格了 但是 电影片方总是有点感觉 底气不足啊 怎么呢 他们先放出一个英文版的预告片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国外的 这不好啊 这也算是和国际接轨吧 不 我说它底气不足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这部电影 是由某动画学院原创的 学院为了这个电影的票盘和口碑 号召学生们都去各大网站上刷评分 给好评 挺聪明的吗 啊 这比秦水君要省钱多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学生当中难免他有叛逆的 还有叛逆的 个性强的 那于是你就能看到 在一大片的好评中 偶尔他也夹杂着这样的影响 学校放假这么晚 我就不给好评 大家别去看电影啊 你看 看来刷评这事儿 还得找专业的人来 钱不能少 这部电影 最神奇的是导演 导演 谁啊 你尼尔森身 尼尔森 这种身听起来怪有营养的 有营养吗 大婆这是 你肯定没听过 要说青蛙王国之 我那个去 这部电影还算及格 同期上映的太空熊猫历险记 那就是复述了 复述 太空熊猫历险记 讲述的是宇宙中 熊猫星球的太空熊猫 为了保护熊猫星球 与黑暗宇宙的天王宠大战 从而引发了宇宙大爆炸 太空熊猫就此意外闯入地球 结识了许多地球小伙伴 我觉得这部电影 实在不适合小朋友观看 孩子贵幼稚 那小孩子都会受不了呢 怎么呢 这电影里边还出现了下面这个不适合小朋友观看的 还有还有你看 你再带着这瓶鼠 看你带着 我给你带着 手给你带着 你带着 那我还有火灶 这可能只是小伙伴们表达友谊的方式 友谊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误解 千万不能随便用这种方式 是是是 这样看来这不只是喝醉档 最近的电影幕确实是 惨不忍度 惨不忍度 一点错都没有 就连咱们国内的导演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江门导演依然在这一危急时刻救世 提前攻度了他的电影 一步之遥的宣传片 希望新的一年 我周围的朋友还有家人 每一天都开心 最重要的是明年你一定要希望 未来的男朋友你好 这是我对你的祝福 希望你能早点遇到我 我们一起去看一步之遥吧 一步之遥 一年之约 明年见 这可闹闹了半天 明年这部电影要到 一四年的年底才能看到啊 没错 江门就是要告诉大家 今年贺岁党确实没啥好点 他算 他就不躺这魂帅 没错 还是等着明年贺岁党看一步之遥吧 这个提前一年发预告 这一步之遥的性子 他也太急了吧 一步之遥嘛 一年之遥呢 江门急了嘛 这两年都没能站着把钱挣啊 哎 这样才能出精品 我说的 那就明年的贺岁党 咱们走着瞧吧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播报的全部内容 广告之后继续收看 创邦小享堂 还好都没来 我还以为我迟到了呢 咳没有 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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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惊惊汪汪干嘛去了呀 我跟你说呀 哎呀 哥里抓的是什么宝贝呀 我跟你们说 还真是好东西 什么东西啊 快看着 给你们看看啊 你整这些鬼玩妖干嘛呀 我跟你说 这可都是有用处的东西 我今天一大早去店里一件件买的 这万事节刚过 清门节还早着呢 买这个东西 难道你是用这个装神弄鬼 吓唬波波老师 什么呀 你们没看到镇上新贴的告示吗 什么告示啊 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我要气死你 你们没屏屁 不 老师来了 马公子你低筹在那研究什么呢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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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呢 我们就开始上课吧 怎么样 好来 看题 第一题只出一下片段中 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这是最美的时光中的一段 苏曼和马拉康打赌 看谁在半个小时之内 要到男人的电话最多 这一段哪里穿帮了呢 就是要离你妈的痛远一点 哇 你真没良心的 我可没得罪你啊 老规矩 半小时违宪 谁要到最多帅哥的电话 谁就可以享受失败者的崇高敬意 哎呀 我的脚 哎呀 我的脚 哎呀 我的脚 好疼啊 哎呀 我的脚 小姐 怎么了 需要帮忙吗 现在的位子真是好棒呀 连打的赌都这么特别 嘿嘿 你们呀 我才不好意思那么随便问男生要号码呢 现在流行的是 爱就要勇敢说出来 遇到喜欢的就要勇敢去猪 像我这样啊 假装害羞 啊 好男孩都被别人抢走了 抢走了 哎 你们在讨论什么乱七八糟的 找到穿帮没有啊 我看出来了 哦 你看出来了 那你来说说看呢 片中 苏曼和麻辣烫打赌 看谁半个小时之内要到男人电话最多 注意了 此时的苏曼穿着一个白色的休闲裤 还挂着个大包 嗯 等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 注意了 苏曼变装了 包也换了 哎 还穿上了高跟鞋 按照这个换装速度 这是要搞七十二遍吗 回答正确 看下一题 第二题 指出以下片段中不合理的地方 这是最美的时光中的一段 苏曼在公司等艾利克斯 看出这段哪里传帮了吗 让我掉到他那里去 破釜沉舟了 嗯 我有事想跟你谈 是关于今天下午 我在电梯里跟你说的事情 好啊 要不然这样 难得我们今天都不加班 要不然找个餐厅 我们便吃便聊 我来请客 也好 不过地方你来跳 请客还是我来吧 好吗 我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 哎呀 这次俊少爷反应这么快 那你说说穿帮在哪呢 剧中 苏曼在公司等艾利克斯 这个时候画面里走过去一个小伙子 哎 紧接着 艾利克斯出现了与苏曼交谈的时候 这个时候小伙子又在后面走了一遍 还有 艾利克斯出现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生 紧接着下一个镜头 那个女生又跟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最近群众演员出场费涨了 剧组请不起群众演员 如果是这样 导演 我也是可以客串一下的 回答正确 不过这个客串演员呢 还是算了吧 你老老实在课堂上帮我找穿帮帮 判题 第三题 指出以下片段中不符合剧情的地方 这是最美的时光中的一段 片中艾利克斯接到一个老外客户的电话 并与之交谈 这段哪里穿帮了呢 猜猜我是谁 Ricky 居然是你 什么时候来的 欢迎来到上海 艾利克斯 Ricky 这回我要和你好好地切磋一下 两位先生好 这就是普普通通的打电话桥段 哪里能穿帮呢 就是啊 难道是电话穿帮了 嘿嘿嘿 你们都错了 穿帮就在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这个穿帮具体在哪里 我也不是很清楚 看来你们是找不出穿帮在哪了 给你们点提示吧 地名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马公子又知道了 你说说看呢 剧中啊 艾利克斯和老外交谈时说 欢迎来到上海 这说明 这个背景地点 是在高大上的城市上海呀 但是啊 下一个镜头 却出现了 铜炉中桥旅行社 请问 您这是在打整脸冲突好吗 竹子可教授 一点就通啊 不错不错 不过老师 今天的题呢 这都打完了 是不是可以下课了 你这急急忙忙催我下课 你是要干嘛呀 不老师 今天 带了神秘带了一堆玩意儿 不是 是啊 都是一些装神弄鬼的东西 肯定没有什么火星 我告诉你们吧 这可都是我的道具 这镇上贴了告示了 说要举办一个 我是幽灵大赛 嗯 我准备这些个道具就是为了能让我在比赛当中拔得头筹 你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道具啊 我来看看有什么 嗯 这这这这这幽灵面具 哎呀 试鬼魔灵 对呀 我这么一弄你看 哎 你参加这个幽灵大赛 你带这些装神弄鬼东西干嘛呀 幽灵呢 我这一弄你看 可不可以就是幽灵吗 我的天呀 没有文化真可怕 这个幽灵指的是身段本事突出的演艺人员 说白了就是我是唱戏的 哦 那就像那个我是歌手的节目吗 嗯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啊 这搞半天 是选唱戏的 那我整这么多道具 那不白瞎了 那不行 我得赶紧回去换戏服 你会唱戏吗 就要去报名啊 哎呀 先生你不知道啊 啊 这样的选秀活动 绝对是一年一度的超级盛事啊 谁要是能脱颖而出 那接下来免不了走穴 对不对 你上跨年演唱会 上村晚代言什么呢 那是一如红到底啊 比在这死读书可强多了 哎 我看啊 你唱戏是没什么指望了 就让为师给你吃一条名鹿吧 先生快说 按照以往的经验呢 这种活动不仅可以造新 而且还可以成就临时演员 以前有多少红了的临时演员 都是靠哭记来抢戏的 哭 这大老爷们不行啊 小林子还差不多 哎呀 这套苦情戏码 现在早就被观众识破了 哎呀 金免啊 不吃香了 那就出奇招 什么奇招 那不如 你就把你那些个东西 全部都穿戴上 然后混到这个选秀节目的观众群里 那选秀节目一秒钟就变灵异事件了 哎 这一招也在某卫视的跳水节目中被用过了 啊 不谈影评持讲断子 欢迎回到影视脱口的节目 拜托电视 我是爱战电影的神波 呃 我不是外貌鞋座 但是造型对于一个人来说 真的很重要 所谓脱口断 发型不能乱 哎 特别是在影视作品里 造型对于一个角色的形象塑造啊 起着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不过 相当遗憾的是 回顾2013年 不少导演和造型师 极度展开想象力的后果 却是毁掉了角色和观众的审美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个普通观众的眼光 去评出一下 2013年 一些这个另类的影视造型 眼花缭乱形 特色 演技不行 造型不救 代表演员 代表演员 林志玲 刘诗诗 林志玲 在神篇天机富春山居土里 扮演一位弱女子 在电影里 他除了被利用 被欺凌 被虐待 最大的看点 就是无可比拟的 换装秀表演 什么 护士装 空姐装 孕妇装 老公 婚纱装 巫师装 爵士装 先来 护士装 献祭装 非主流等造型 估计除了志玲 没人能驾驭的这样游刃有余 转足了宅男的目光 有了这么多眼花缭乱的行头 演员的演技和电影本身的剧情 倒是可有可无的了 志玲姐姐朱玉在前 作为晚辈的刘诗诗 也不甘寂寞 在明星集体打酱油的电影 不玩神探里 他也过了把百变新军的影 格格中 这个死者的葬礼上是为了重温杀人时的困难 猎人装 婚纱装 一会儿文艺小清新 一会儿知性欲解 查不出真相 就冤枉到我身上 无能 更有一身清凉比基尼 我可不可以跟你说几句话 虽然资本不如柳言 但也算是豁出去了 不过在这么多造型的背后 观众看到的是刘诗诗 扁平化的表演和神经质般的造作 可谓是赢得了眼球 暴露了演技呀 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年在我身上 总没有好事情发生 香土气稀醒 特色 香情很可贵 硬凹 为哪般 代表演员 景田 张艺 一部越来越好之春晚 诞生了无数的草点 因为是一个大杂会 所以各种稀奇古怪的造型 也就层出不求 因为导演设计了大段的农村题材的戏份 所以咱们就选两个农村造型代表来掰扯掰扯 第一个就是幸运女神景田 作为一个很漂亮的女演员 景田的运气是极度爆棚大 出道几年参演了多部大片 和多位国际巨星合作 在越来越好之春晚中 景田饰演了一位村主任 一个很洋气的都市小妞 即使穿上大棉袄 戴上棉帽子 再架上一副黑矿眼镜 也掩饰不了反差的气质 无论是用广播发布消息 还是含着眼泪煽情 都丝毫没有相亲的感觉 上个角色塑造的不到位 那下面这位则有点过火了 还记得士兵突击里的班长吗 张义在这部电影里 扮演了一位农村爆发户 一出场 就是骑着摩托唱着歌 一身打扮 更是走在了全村的最前列 瞧瞧这色彩搭配 看看这面料材质 大友攻占巴黎时装周的霸气 发型诡异性 特色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代表演员文章 佟大为 思琴高娃 今年的电视影评上 蘑菇头纵横一时 估计是沾了太宇里 王宝强的喜气 不过一开年 两个爆炸头 就向蘑菇头发起了挑战 一个是得道高僧 一个是文艺青年 在周星驰的电影 《西游相摸》片中 文章扮演的陈玄藏 一出场就是这副打扮 一个鸡窝扣在头上 浑身拉拉塌塌 叮咛当拉 一副落魄香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丐帮的哪位长老 下来视察工作呢 我是专业的驱魔人 一味的顶着个鸡窝 耍宝豆乐 我做孝顺的小孩 最后连孙悟空都看不下去了 给他拔了个干净 这副打扮 于是大师顿悟了 皈依了 进化了 瞧瞧 还是光头 看着顺眼啊 无独有偶 在电影《越来越好之村晚》中 佟大为也在头发上做起了文章 文艺青年和宅男的结合体 又是一个鸡窝灌顶 黑矿眼镜 土鸡毛衣和过时西装的标配 穿了三层棉裤 永远一副睡不醒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副行头 竟然担任起了大型晚会的文案策划 估计是凹发型尝到了甜头 佟大为再一次升华了自己 在电影《天机复春山居土》里 扮演起了最大的反派 瞧瞧这一头油光水滑的白发 这一脸夸张抽筑的表情 这身皮麻带笑的装扮 恨不能告诉全世界 她的精神有问题 同样是在天机复春山居土里 私情高娃的造型 也是让人不忍直视啊 私情大妈 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 总是半遮脸 毛领加绸面棉服 手里拿着个骨灰沙漏 不但不像神秘莫测的黑帮老大 倒是很像黑山老妖 或是山本军的精神病病友 当年扮演笑装太后的威仪 被毁得点滴不存啊 腰里腰气形 特色 腰心下凡 群魔乱舞 代表演员 陈炳强 黄渤 高虎 李维嘉 前面的那些造型 还能大体分个类 下面这几个造型 可以说是各剧奇葩 不能一概而论了 首先抛出的是 西游祥墨片里的两个角色 一个猪腰 一个猴腰 先来看看猪腰的风采 唇红而齿白 满面油光 衣衫一尘不染 不愧是烤肉小王子 色香味俱全 完美 不过真相 其实是这样的 真的是猪头哦 如假包换的猪头 估计这是史上 最令人反胃的猪头造型了吧 你的意思是说用我的嘴巴 把他嘴巴里的东西吸出来吗 要不然呢 好 可怜的温章兄弟 竟然还和这个猪头 有一段激情戏 真佩服他的勇气啊 如果说 刚才的猪腰梅变身之前 还看得过去的话 那么下面这个猪腰 则是无意可取之处 起来 起来 我是来找孙悟空的 孙悟空 你是孙悟空 今天他上孙悟空 孙先生你好 黄渤扮演的猪腰 剑势够剑够腰气 走 走 不过就是脉象不好 将尸脸 半秃头 衣衫蓝绿 好不容易变身 威风凛凛的齐天大圣 穿上霸气的行头了 结果 竟然是个猪颅 看来 是翻不了身了 接着 再来看个妖怪造型 在电影白狐洲 高虎扮演了片中 最大的boss 海浮王 他的造型 也是雷死人不偿命 瞧瞧 这身药犯打扮 拜托导演和造型师 人家是大魔头啊 你觉得翅膀上 挂两块破布 能唬住谁呢 刚才说的都是妖怪 下面 再来说一个人类 正是因为时间 在电影快乐到家中 某位是当家主持 李维加大胆 奔放 心情 卖力出演了一个 宠物训练师的角色 在影片前半段 还算是中规中矩 我看你可以把钱准备准备 直到这一幕的出现 彻底击碎了 观众的三观 人要造型有没有 什么情况 这是我们商场为客户准备的免费表演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翩翩起舞 小巷追逐 男演员反穿女性角色的有不少 但是扮演人妖的 却很少见 李维加 是个例外 你看这一组组的创意混搭 先锋造型 我能总结的一条就是 演员们 你们千万不要得罪造型师 当然了 更加希望这个影视创作者们 能够理解我这样普通观众的直观感受 即使我们理解不了这些个造型背后埋藏的隐喻 你至少要让我们看得不闹心吧 对不对 好了 广告回来之后呢 故事里的事 咱们换一个话题 和你聊一聊网购的趣事 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来 对于2013年电影总结系列 今天就结束了 其实现实商国中 我们有很多要求 经验 比如工作上的 学习上的 自己排上的 不光自己给自己总结 别人也会帮你总结 比如你的支付宝账单 我昨天呢就收到了这个某宝给我发来的购物支出清单 我跟你讲 这数字居然有 每次看到这数字 我腿就软 我怎么就花了这么多钱呢 不过后来我又看了一眼小马的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他是用生命在找同款啊 网购看上去特别的方便又实惠 但是像一个更大的消费黑洞 悄无声息的就吸走你的精力和钞票 让人喜忧参半 接下来咱们今天故事里的事 各位明星对网购这事都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吧 我最近感觉好虚弱 什么原因啊 网购太好体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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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不出户 网上购物 再不办网赢 你就out了 21世纪什么东西最货 除了网购我找不出第二个 网络时代 网购我每时每刻瞠目结舌的增长 手机支付宝随便一爱获得鼠标一点 足不出户轻松完成交易 你比方说马上就要过年 你是大包小包回去 还是选择一个包裹快递到家 这是不言而喻的吧 为什么喜欢网上购物 我们听听大家怎么说 方便省力 So easy啊 想买哪里点哪里 服务好 一口一个清怪贴心的 一大帮店主宠着你 我就是喜欢拿包裹的感觉 太有存在感了 把钱存于我保 看它一天天涨 网上各种大牌包包的高仿 你买一个 谁知道真假呀 你穿着一身大牌出去 瞬间变成土豪 是不是特别有面子呢 那喜欢货币散家 网上打了笑笑那么多点 你还顺去瞧下去 总有性价比高 回头给个好品店家 还给永辉 自从有了网购 根本停不下来 每天不消费 心里头就痒 哎 看这购物车满满的 心里好幸福 自从开了网店 这德云社的门票 就不怕卖不出去 坐在家里就能做生意 从此我再也不用为找工作发愁了 作为快递公司龙头 我龙门标局可是待遇不菲 逢年过节 一天工资就上千 这多亏电商对我们的支持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这个行业 三年前 我从南京到香港 开始做代购 才几年时光 我就发家致富 买房买车了 没想到 这么一次偶然的机会 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这么看来 网购确实是个好倒影 风便便宜 付到家 五花八门又啥又啥 好 我要在俄城推广普及这玩意儿 造福民生 刺激消费 你们俩说够了没有 网购好什么呀 自从有了网银钱包就没胖过 咱的那点钱全贴进去了 刺激消费什么 这多少人盲目消费 最后变成了月光族啊 你不就是吗 有事没事 逃跑成那么一脸 一次两次三次 四数断了钱就没了 你自己想想 买这么多东西 有多少件是根本没用的 你想不明白 就听听别人怎么说 老婆迷上网购 那真是一件非常败家的事情 小沈阳为此绞尽了脑汁 密码注册三次 全错你就不能用了 我可以货到付款呢 这样的话 我把家里的电源给你切断 你是不是不知道手机也可以下单 是你逼我的 是你逼我的 手机没收 看你怎么下单 我把东西全放购物车里 请别人代付 代付就得还钱 既然这样 我会节留你的开支 那我离婚 网络购物真假难辩 质量性欲口说无凭 这不 这两口子又被坑了 一份价钱一份货 拜托 你看看那些假货的质量 千几天 给你买的鞋 都挺好吗 阿蝶后面 袖着一个耐克的标志 我才穿两次 就列着鳄鱼了 哎呀 吃一剑掌一致 下次我吸取教训 就任皇冠店铺买 那些成交量高 应该信得过 可以 刷的吧 反正日朝 应运完生 超低价 费累价的背后 质量和服务 是否也会缩水 我团够了双人A套餐 最近的号 吃吧 香辣海鱼 二位请慢用 哇 好啊好啊 那我开动了 哇 我也很好 这鱼 怎么只有头跟尾巴 中间都是辣椒啊 你没有关错啊 为什么他们的鱼 是一整条的 我们中间没有肉 全都是这样的啊 要不然我们 空大本呢 比起太阳来 理的算不错的了 疼的 我 是 电子商务的横空出世 极大改善的人们的生活 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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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日常 宣告大信息时代的来临 享受网购 带来便捷的同时 我们也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鉴别真伪 面对琳琅满目的淘宝页面 我们也要学会合理理财 我们也要学会合理理财 打好算盘 翻开你的年度账单 挖了多少钱 下了多少单 有多少是不必要的 有多少又是不值得的 你是不是也会大吃一惊呢 今天短片是否也说到你心里去了呢 我们在享受网络时代变历的同时呢 也要考虑一下自己钱包的厚度 无论在哪发钱 合理消费 还是顺序的消费官 好了 这时候公布本期的有奖付证方式 非常简单 就是把您2013年的淘宝消费的账单 拍下来晒一晒 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微信 爱的拜托电视 前十位寄来互动的朋友 我们将为您献上价值五千元的花费 OK 更多精彩视频 请登陆爱奇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时间不散了 拜拜